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是一部合作影片 相信大家在9月11號半夜1點半的時候 我都有抱著忐忑不安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 一起熬夜觀賞UB4W的發表會直播對不對? 我是不知道你們啦 我本來是要看的 結果被兩個正妹一約 忘了自己的本分 跑出去吃麻辣鍋宵夜 真的是很抱歉齁 太不專業了 這一次除了發布原本就已經公開的遊戲以外 也發布了R6的新賽季 還有波斯王子十字殺的重製版 甚至 甚至還有2D的橫向動作遊戲 歪小子斯科特對抗全世界 不過這些都不是本期要介紹的重點 就跟大家講一下這麼一回事 今天要介紹的是在2019年13展就有展出 也蠻多人期待的一款 眾神與怪獸 只是現在這一款已經不叫眾神與怪獸了 我想一定是經過了無數次的開會和決定 現在這款遊戲正式命名為 芬尼克斯傳說 那這一次遊戲展示的時候 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有的人說像是卡通畫風版的刺客教條 也有人說像是奧德賽曠野之奇 那這邊先講 測試的時候還不是完全的版本 跟刺客教條圍巾紀元一樣 只有2小時的時間 而且可以玩到的項目、內容 都是被排定的 時間、內容和範圍都是有限的 可是整個遊戲的調性 應該是可以抓個1、2 那我自己的感覺 無論你要說像是薩爾達傳說 還是刺客教條 兩者都不算有錯 裡面都有部分的元素很像 但是會覺得偏向哪邊 這就很看個人的遊戲注重哪個方向 另外順帶一提 像刺客教條 這是絕對的 這款遊戲的開發者是 玉碧魁北克 加拿大那一間 那這間工作室有開發 波斯王子 榮耀戰魂 和南方公園 而也是刺客教條好幾代的開發工作室 包含刺客教條三代 兄弟會 黑旗 叛變 大革命 蕭雄 以及最近的刺客教條奧德賽 都是他們的作品 所以說要玩起來沒有刺客教條的感覺 我也是不信的 那遊戲的故事在說 你是一個半神 芬尼克斯 由於整個世界受到了希臘神話中的 泰坦 泰鳳的影響 導致世界的命運 唯為可及 欸 岌岌可危啊 你就是 諸神最後的希望 你是芬尼克斯 一個半神 諸神最後的希望 那芬尼克斯是誰 有多屌 你們知道戴達洛斯是誰嗎 他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工匠 因為嫉妒 殺了自己的弟子塔洛斯 後來被趕出雅典 跑到米諾斯那邊 把他做了一個迷宮 用來關伴牛人 米諾塔 那個在刺客教條奧德賽的時候有出現過 然後那個 飛太高 翅膀融化掉的 伊卡洛斯 知道吧 那個人兒子 伊卡洛斯 贏好生的 那這個芬尼克斯 天生下來 就有戴達洛斯的翅膀 那阿基里斯是誰知道了吧 超級有名的希臘第一勇士 一出生他媽 海洋女神 他媽海洋女神 就抓他的腳踝 用倒吊的方式 把他放到那個 冥河裡面滷 結果前身上下都無敵 唯有腳踝的部分 沒有滷夠位 成為唯一的弱點 你平常穿短襪穿太緊 癢癢在那邊抓的地方 差不多就是阿基里斯之劍的位置 那芬尼克斯手上那把劍 就是阿基里斯之劍 劍啦 武器的那個劍 阿基里斯之劍 還不夠 奧德修斯是誰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不打緊 總知道特洛伊戰爭 木馬圖神器吧 有一說是他出的主意 驢驢阿朗 有點乾驢就是了 其實 那芬尼克斯手上那把劍 他的 哇 一開機手上拿滿了眾神的祝福 一般來說 其他遊戲要刷多久 才能刷到這些神裝 芬尼克斯不用 從小寒的金湯汁長大 你出生的時候還在那邊拿什麼傅饒之巨金鐵劍 芬妮克斯一出生就被身邊閃耀的神器亮得睜不開眼 這樣就算了 遊戲有分其他行政區域 每個區域的主題都不一樣 隨著故事的進展 還有你解的任務 你探索過的神廟 我剛剛是說神廟嗎 你探索過的裂縫 裂縫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也是芬妮克斯傳說的核心玩法之一 在裡面你要運用你的智慧來獲取隱藏在裡面的寶藏 那這個裂縫通往塔爾塔羅斯的寶庫 塔爾塔羅斯是希臘神話地獄的代名詞 有黑帝斯掌管 那你們是不是想要說像是曠野之習啊 嘿 我是沒有什麼特別想要反駁的啦 不過我覺得太像是真的沒有 但是要說沒有參考薩爾達 我也是不相信的 薩爾達的解謎 老實說我覺得有的硬了一點 邏輯性很高 有的解謎也獲了一些技術層面操作 那芬妮克斯的解謎 比較偏向要你觀察細節 有一些隱藏的物件啊 道路機關會需要細心一點 那有要求技術層面的數量和種類也不少 有的要求你操控導引鍵的 有平台跳躍的 有準度練習的 有邏輯順序的 順帶一提 那導引鍵 阿波羅的 天之嬌子啊 真的是含著金湯池長大 那說到邏輯順序 不只在冥界裡面 在開放地圖上啊 也有發現一些機關要你解謎 當然也有放在地板上 讓你拼圖就死板 畫面上這個就是 只是我沒有拼完 你們也知道 一般來說 不拖的拼圖 我是不玩的 拼個拼圖給裝備 怎麼了嗎? 裝備升級一下就換掉了 回憶是一輩子的啊 那說到裝備升級 你們看一下這個介面 前陣子才剛好跟朋友聊到這件事情 有些遊戲啊 你只要把圖標做成圓的 稍微設計一下 看起來就很有手機遊戲的感覺 啊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總感覺啊 他們是故意把遊戲設計的 看起來很手遊 加上遊戲的畫風啊 也不是畫風啦 就整體的風格 我在猜說不定是為了 拉年輕族群的注意力 不過戰鬥的部分 倒是比較偏向一般ARPG的玩家 完美閃避會有子彈時間 完美格擋會有可以彈飛行的道具 把敵人打到浮空來 接連斷這些東西都沒有少 也有各式的組合按鍵來讓你放招 可以算得上是有大量的瞄準要素 還有打弱點暴擊 不過老實說啊 你要不玩瞄準 也不是不行 這部分比較像是刺客教條 能瞄當然會比較好 不會用蘑菇頭瞄準的 也是可以捨棄遠程 乖乖打近戰 那敵人也有類似架式條的體力值 打乾他就崩了 可以讓你上去嚕他一整套 也有像是獨眼巨人、梅杜莎或是牛頭人這些傳奇的怪獸 或是像是阿基里斯這種墮落的英雄可以挑戰 戰鬥的操作對於原本的單機玩家會比較上手 欸?等等 我手上這把劍不是阿基里斯的嗎? 這個新聞稿就直接跟我講他要墮落啊 這個新聞稿就有了齁 應該不算劇透吧 那戰鬥的部分 芬尼克斯玩起來會有點偏向刺客教條 除了L1按住之後搭配四個按鈕可以放近戰招以外 L2按住瞄準配其他按鈕也是有遠程的技能可以使用 那這個畫面偏向手遊設計 操作偏向單機設計的概念 真的是要看點運氣了 有可能這樣是兩邊的玩家都有抓到 那把手機遊戲的玩家拉來感受單機的魅力 當然也是有機會兩邊的玩家都不買單 單機玩家看了手遊感的設計就不想嘗試 手遊玩家可能沒有在家做著玩單機遊戲的機會啊習慣 或是買了之後覺得難度比較高 或是類型不習慣而放棄 總之戰鬥的部分我自己是覺得還蠻OK的 那就是戰鬥的時候 你們看左下角有藥水這個可以自由喝 但是要做這些藥水要自己去拔草 拔了草之後還不是隨你做 要到特定地點才可以補水 聽說未來有比較方便的方式 測試版還沒有支援 總之我自己對於後勤採集這種事情實在提不起興趣 那剛剛裝備講到一半 這款我目前先講喔 兩個小時的測試心得 有些東西可能說不太準 那他的裝備系統看起來跟奧德賽沒有差太多 但是更換裝備的頻率看起來蠻不高 有可能是因為測試版的關係 沒什麼機會換 也有可能是為了符合遊戲背景的設定 哇你拿的可是諸神門的祝福啊 所以只能用強化的 讓你強化到某個階段之後 又獲取新的屬性值 那這部分是用拆的 畢竟玩到的內容並不算太多 那天賦能力的部分 講好聽一點是Light版本 輕量版 講難聽一點啊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無聊 他就是點了之後給你開額外的能力 你不用說一個能力然後二選一 開了就有 不論是技能的能力或是招式的功能 都是直上的 不需要選擇 所以應該也不會有什麼流派啊 風格可以選擇 甚至一些游泳平台跳躍的能力 也是在這邊升級 招式的動作 就眾神之力 也是在能力這邊取得 那這我也是可以理解 雖然說芬妮克斯傳說的戰鬥是做的蠻用心 可是由於會把一部分的焦點放在解謎和探索 不想要給玩家太多升級的壓力 這種可能也是有的 那整體來說 這一隻我自己蠻期待的 可是要說是期待角色成長或是動作層面嗎 角色成長芬妮克斯做的算淺 動作部分這一隻做的不錯 但是也沒有強到必玩的程度 那解謎的部分由於只玩了兩個列 這樣講好像哪裡怪怪的 只玩了兩個冥界 冥界 解謎好不好玩 也說不準 倒是導引劍阿 阿波羅之劍的設計算蠻特別的 要自己操控自己飛 有時候還要搭配海克利斯的萬甲 來搬運觸發機關 這個部分就持保留態度 那也有一些特殊的挑戰 例如說畫面上這一個 就是要你在限定的時間內從A點跑到B點 他就是融合了一些平台跳躍 讓你運用一些技能搭配 來壓縮你的過關時間 那有一些則是融合了希臘神話故事 例如要你穿12金環之後點燃火盆 這個融合故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有知道希臘神話的話會比較 會蠻有感 那真正令我喜歡這一款的是 這一款的對話其實偏鏘喔 劇情是講Typhoon增開了枷鎖 那希臘的諸神的家鄉黃金島淪陷 你是個半神英雄這樣 看起來是個認真王道的故事劇情 可是從頭到尾都有宙斯和普羅米修斯在旁邊聊天 講是聊天啦 就是他們兩個是旁白 那他們的對話蠻惡搞的 不時的在互嗆阿 有時候揶於一下彼此 或是揶於一些神話故事 有時候還會穿過第四面牆去講一些笑話 總評來說啦 我覺得他的動作要素在水準以上 畢竟做奧德賽的團隊喔 做ARPG動作也不會插到哪邊去 解謎的部分 要看你喜歡邏輯動腦 操作平台跳躍還是找細節 芬尼克斯傳說是都有 但是目前玩到的真的不多 初期看起來都還算蠻簡單的 不太難 那結合了一些神話故事的解謎場景 看的倒是蠻驚艷的 但是由於他也只有開放鍛造之神 賀菲斯托斯這一區 喔他也是火神啦 還有多少神話故事這也不知道 那雖然說七大行政區 都是依照神話故事打造 但是也不知道希臘的奧林帕斯 十二神會選哪些出來 目前最打中我的 還是宙斯和普洛米修斯在旁邊碎碎裡面念 那芬尼克斯傳說 目前定2020年12月3號會上市 如果對這款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注意看看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